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唐乡新香区生活社区的创始人 今天非常荣幸跟大家分享我对民宿一些基本概念 基本规律和基本特征的看法 首先感谢大家关注民宿支持民宿 更感谢大家参与民宿 从事民宿 民宿是一个老概念 但是是一个新事物 说它是一个老概念 是因为民宿不论是从国外而言 还是对于我们悠久的传统文化而言 民宿的诞生历史很悠久了 我们如果把民宿的诞生 从国内和国外两个维度来探讨的话 实际上这里边隐含了一个命题 就是我们把当代民宿的诞生和发展 界定为一个舶来品 它是由国外起源的 那么传统民宿 或者说与当代民宿相比较而言的传统民宿 它的诞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 比如在我们大量的常诗送词中 我们都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民宿的作品 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这首诗里边就写道 故人聚积宿 邀我至田家 绿树存边河 青山锅外邪 开轩面长谱 把酒画桑麻 带到重阳日 还来旧菊花 一幅非常生动 非常温馨的 乡村民宿生活场景 悦然纸上 包括 很多朋友 都看过 而且我相信 对其中的场景 历历在目的一些经典的影视作品 比如 新龙门客栈 这不就是非常典型的 一种准民宿的客栈场景的刻画吗 所以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 从民宿的起源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 我们其实可以发现 民宿 在中国 不是一个新鲜事物 但是 今年我们探讨的民宿 从它的 内涵 再到它的 经营模式 我们更多的关注 是它的 现代特征 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民宿的起源地 或者是更精准的讲 当代民宿的起源地 那么我们 必须要 非常客观地 实事求是的承认 它是起源于国外 发端于欧洲 最早建筑于 18世纪的 法国 在18世纪 到乡村 度假 成为 贵族的 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那么 乡村 因为它的 落后性 所以 白天的观光 和夜间的居住 就存在着 巨大的反差 为了解决 夜间过夜的问题 高贵的贵族们 也不得不 低下他们的头 驱咎于 乡村的 农舍 因为有这样的 时尚 消费需求 所以 在乡村 农家 利用 农家 多余的 居住空间 演变 演变为 一种 商业行为 那么当代的民宿 就是这样 逐渐的 由乡村 贵族生活 转化为 大众的 乡村 乡村的 生活 也是非常 赋予魅力的 那么 不管是 英国 还是法国 我想 都有一个 共同点 值得我们 去借鉴 就是如何 在 保护 乡村 文化 乡村 设施 和乡村 生活的 前提下 更好的 通过 民宿 这样一种 时尚的 文化 旅游产品 为都市 人群 提供 更好的 乡村 生活 体验 随着 全球化的 推进 民宿 由 欧洲 大陆 就 传播到了 美洲 美国 成为 当代民宿 世界性传播的 推播助澜者 二战结束之后 美式的生活方式 成为 世界 时尚的主流 伴随着 伴随着 美国 文化的 传播 那么 那么民宿 也迅速的 在日本 落地 成为日本 二战之后 许多 百姓 解决 解决 生计的 一个主要的 就业途径 和谋生的途径 后来 又从 日本 传播到了 我们的 宝岛台湾 因此 我们如果 把 民宿 的 全球 传播 勾了一个 路线的话 按照刚才 我跟大家的分享 我们可以 非常清晰的知道 它的起点 在欧洲 中转 在美国 成熟 在台湾 随着 两交流的 扩大 在十年前 也就是在 2010年前后 在以浙江省为代表的 大陆 率先出现了 当代民宿的 适水作品 我们知道 莫甘山 是事实上的 大陆民宿的 发源地 也是 制高点 所以 在我们的 传统文化中 拥有 丰富的 传统民宿的 土壤 然后 再浮以 当代 民宿的 启发 那么 最近 十年来 民宿 在大陆 大行其道 既成为一种 时尚的生活方式 又成为一种 非常 时尚的 乡村生活的 创造方式 也就不足为怪了 通过 十年来 民宿在大陆的 兴起 高速发展 快速发展 十年来 大陆的民宿 走过了 由 兴起 到爆发 由 市场 主导 到 政府与市场 双处作用 由少数人的 情怀表达 到 资本的 推波助澜 由 设计师 媒体工作者的 乡村 理想的寄托 到 乡村 振兴的 全新力量 由城市居民 在乡村的消费 到乡村 精准扶贫的 伟大的使命 由城市生活 和乡村生活的 融合 再到 乡村在地文化的 保护 挖掘 和创新 由单纯的 情怀表达 到现在的 一种 纯粹的 投资生意 小小的民宿 在大陆 十年间 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 在 事实上 已经 远远的 超越了 作为 起源地的 英法民宿的 基本概念 也已经远远的 领先于 作为 十年前 五年前 大陆民宿 发展的 老师 保岛 台湾的 民宿发展水平 在欧洲 现在的民宿 依然 还停留在 住宿 加早餐 这样的一种 初级阶段 而 大陆的民宿 现在 已经 由 填补 创新 乡村 住宿 业态的 基本功能 和使命 迅速地 升级 为一种 全新的 文化旅游产品 这种文化旅游产品 是以住宿 为基本功能的 是以民宿 所处的 乡村地域文化 和民宿主人 所代表的 都市 时尚文化 二者叠加 所形成的一种 全新的 文化复合体 这种文化复合体 通过 民宿的服务 民宿的设施 民宿的景观 就 转化为 复合型的 文化旅游产品 我形象的 把它盖过为 住宿 加恩 这样的一种 复合型的 多元化的 微型目的地形的 文化旅游产品 民宿 它绝对不仅仅是 住宿产品 五年前 民宿 是以 星级酒店 和传统 住宿产品的 掘墓人的 形象 而横空 于是 毫无疑问 乡村 乡村住宿设施的 缺乏 和乡村 住宿产品的 低端 无法满足 城市居民 和海外游客的 乡村住宿 需求的 因此 作为一种 创新型的 和填补 空白的 住宿产品 这是民宿 在国内 在部分地区 对于民宿 概念的 理解 对于 民宿 本正的 把握 是一件 极为重要的 事情 最近的 五年 是民宿 资本 推波助澜 都五年 这五年 在资本的 作用下 在政府的 调动下 民宿的数量 有了 井喷式的增加 民宿的分布 也由最初的 莫甘山 向国内 所有 几乎所有的 旅游名山 推进 由最初的 浙江 等沿海省份 向内陆省份 延伸 由最初的 少数几个 旅游目的地城市 向全国 绝大多数的 大中型城市 成交 蔓延 随着民宿 数量的 急剧增加 我们也 遗憾地看到 民宿 出现了很多问题 比如 同质化 同质化 严重 本来民宿 是个性化的 它因为 主人的不同 因为 所处 乡村的不同 而具有 强烈的 个性特征 我们可以说 有一千个主人 就应该有一千种 民宿 有一万个乡村 就应该 有一万个 不同类型的民宿 但是 今天 我们放眼望去 就会 遗憾地看到 千宿 一面的现象 事实上已经产生了 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 但是 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是绕不开的 就是因为 我们对民宿的定义 对民宿的概念 的理解上 对民宿本真的把握上 出现了 原则性的偏差 时至今日 依然有众多的 政府决策者 和更多的企业投资者 以及民宿的运营者 把民宿 当成住宿产品 来开发和管理的 事实证明 民宿发展的历史证明 民宿 它首先是住宿产品 但民宿 绝对不仅仅是 注册产品 所以就像前面 我给大家分析讲到 民宿 它应该是以 住宿功能为 基本功能 以住宿服务为 基本产品 在此基础之上 通过 房屋 庭院 设施 服务 让消费者 参与 并且 与主人 共同分享 一起创造 一种全新的 乡村 文化的 文化旅游产品 正是因为有众多的决策者 把民宿 还机械的 过时的 理解为是住宿产品 所以令人遗憾的 导致大量的 以住宿为 主要功能 甚至是全部功能的 民宿产品 陷入了 同质化的境地 因为产品的同质化 所以 必然导致 市场 出现了 红海的现象 也必然导致 价格的 激烈的 竞争 这也就是 过去一两年 甚嚣尘尚 说民宿 赔钱 民宿 不景气的一个 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想 听众朋友 都是关心民宿 支持民宿 和参与民宿的 朋友 我们为了把 民宿能够 可持续的 健康的发展下去 我们在民宿的 基本概念上 就不能走偏 这是我跟大家 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做民宿的 发展历史 民宿的 基本概念 的核心原因 过去的 五年 是大陆民宿 超高速发展 进而 进入 理性思考的 五年 尤其是 过去的两年 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资本的 大量的涌入 投资 失败的案例 开始显现 行业的一些 发展泡沫 开始破裂 从而 暴露了许多 民宿行业 存在的问题 那么下面 我跟大家 就 民宿的问题 做简单的 剖析 剖析问题 是为了解决问题 剖析问题 是为了 提醒大家 绕开民宿管理 民宿投资 民宿建设 民宿运营 乃至民宿消费 之路上 诸多的坑 能够让我们的管理 更加的规范 让我们的产业发展 更加健康 让我们的投资项目 能够有所回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的五年 大陆的民宿 事实上在发生着 诸多的转变 比如 由 单纯的 市场 自发的 主导 向政府与市场 双主导 转变 民宿的分布上 由 以往的点状 向 全国性的 拓展 民宿的 产品性上 由 以住宿为主 转向 微型目的地 民宿的 空间布局上 由 单一 独家 向集聚 集群 度假区 发展 民宿的 功能 由传统文化的 保护 逆城镇化的 推动 拓展为 乡村振兴 脱贫 攻坚的 重要抓手 正是因为 有这样的 转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转变的 过程中 在转变的 阶段性的 时间节点上 民宿的问题 大量的 产生 这些问题就包括 民宿 作为一门 生意 它的营收来源 过于单一 高度依赖于 住宿 餐饮 而且 营收能力 很弱 因为 行业 普遍的因为 概念的理解错误 导致民宿行业发展 掉入了住宿陷阱 从而导致 产品的高度同质化 比如 民宿 从行业整体而言 依然处于 单打独斗 孤家寡人 自己独处 深山老林 穷乡僻壤 这样的一个 工方赋产的阶段 缺少区域的 集中 集聚 比如 民宿的专业人才 其缺 民宿企业的运营 管理的能力 很差 而且 从事民宿的企业 以 小微企业 为主体 其中 绝大多数 是微型企业 不论是资金 还是人才 都存在着 抗风险能力很弱 这样一个尴尬的 情况 那么在本次 新冠肺炎疫情 的冲击下 虽然 文旅行业 整体处于 断崖式下降 但是我们 也要 非常理性地看到 作为文旅 产业的一个 新型组成部分 民宿行业本身 抗风险能力 确实是 非常的脆弱的 比如 大多数的民宿 都是通过 租赁 合作 等手段 获得的 乡村物业的 有期限的 使用权 这样的一种 物业的 使用权 获得方式 必然导致 无恒产者 无恒心 那么在 民宿的 经营过程中 经营者 投资者 和物业的 所有者之间的 矛盾 就必然产生 这也是 过去的五年 我们不管是通过 新闻媒体 好像是行业的交流 看到的 乡村 民宿 纠纷案例 不断增多 和以各种形式 爆发的一个 核心的原因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 既有 企业层面的 握心肠胆 抖心立血 大胆创新 也有政府层面的 主动作为 积极引导 大力支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作为 一个 小而美的 文化旅游产品 民宿 得到了 各级政府部门 和各地政府部门的 高度的重视 和大力的支持 从党政院国务院 再到很多 地方政府 近五年 应该说 是关于民宿 支持政策 出台 最多的年份 比如 今年春节之前 北京市政府 就出台了 乡村民宿的 发展政策 对乡村民宿的 定义 市场准入 规范管理 市场营销 发展的支持 要素的供给 等等 都做了非常清晰的界定 而且这些界定的力度 可以说 后来的局上 在全国 在全国都是 有非常好的示范 和引领的意义 尤其是 2018年和2019年 文化和旅游部 对乡村民宿的发展 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2018年的 文化和旅游部 文化和旅游部 在浙江安吉 召开的 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上 乡村民宿 是和全域旅游相提并论 2019年7月 在全国乡村旅游 民宿工作现场会上 文化和旅游部 明确的宣誓 乡村旅游 进入了民宿时代 我把这两次会议称为 民宿发展史上的 两会 这两会 对于民宿 的规范发展 合法发展 和政府主导发展 是具有 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正是因为有了 近五年以来 政府的强力介入 通过政府有形的手 在以往市场 无形手的基础之上 我们会看到 小民宿 已经产生了 大的产业 就包括 小民宿 大市场 民宿 是一种时尚的 相存生活方式 因此 80后 90后 甚至00后 一直在引领着 民宿消费市场的 主流 通过 实践的摸索 民宿的生产者 和经营者 已经把 民宿的消费市场 由 80后 90后 00后 这样的 新兴市场 迅速的拓展为 中老年的 康养市场 家庭亲子的 度假市场 大中小学的 研学市场 红色旅游的 教育市场 乡村体育的 健身市场 小民宿不仅有大市场 而且小民宿 也诞生了大品牌 既有 民宿 投资人 经营者的 个人品牌 又有 民宿 企业的 公司品牌 还有 民宿 产品的 市场品牌 也包括 政府主推的 区域公共品牌 可以说 民宿 是一个 品牌 意识 极强 品牌 基因 极为活跃的 产业 小民宿 也诞生了 大的效益 民宿 成全了 很多 城市精英的 乡村梦 也正是因为 情怀 情感 民宿 依然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 城市人 到乡村 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进而 分享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所以 民宿的效益 绝对不仅仅是 经济的产出 还有 文化的传承 城乡的融合 等等 综合效益 因此我们可以 非常 自豪地说 民宿 是一门 好的生意 只要我们的 投资人 运营者 能够准确地 把握 民宿的本真 能够 巧妙地体现 民宿的 特质 能够 灵活地运用 民宿的 自媒体 营销手段 我们 聚焦于 情怀 抓住 民宿的 暖 和软 就可以在 小小的 天地间 创造出 与众不同的 生活方式 民宿 很小 因为它的 投资 不过千万 它的 占地 不过 一亩 它的用功 不超 十人 它的 税收 不过 万元 但是 民宿 的创新 可以激发 和成就 很多人的 梦想 民宿 是一项 社会责任型的 产业 正是因为责任的 表达 责任的实现 所以 民宿会赋予 民宿的投资者 民宿的育营者 民宿管理者 和民宿的服务者 极大的成就感 既有 投资的 回报 又有 社会的认可 更有 分享的快乐 这样的 小民宿 还不足以成为 大世界吗 我想 世间万物 很难以找到 一个 像民宿这样的 能够把情怀 与生意 有机的融为一体 能够把自己 和天下 灵活的 融为一体 能够把城市和乡村 有机的 联为一体 能够把住宿和生活 协调的 聚合在一起 能够把 物质和精神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事物 只有在 小小的民宿 才能实现 所以 最后 祝朋友们 能够 在民宿的 行业里 表达 自己的 理念 实现 实现 自己的 情怀 通过 内容 载体 形式的 创新 能够为 民宿的发展 注入更多的活力 小民宿 大世界 小民宿 大文章 小民宿 大生意 小民宿 大专业 感谢大家的聆听 如果大家需要 在民宿的管理 民宿的投资 民宿的开发 民宿的规划设计 民宿的运营管理方面 得到更多的专业咨询和支持 欢迎大家 与中国旅游协会 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联系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 为朋友们提供必要的支持 谢谢大家 再见